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学生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五代有何的冒点与防守 五代作为一个三分投手,技能全部是投篮类,冒点也比较类似 所以重点是站位,一起来看一下五代技能的落点 1. 技能望跃侧步,侧步投篮和侧步后仰的落点也在这 2. 顿步胯下突破,这个落点可以接普通投篮 3. 顿步胯下突破过程中投篮 落点是固定的,不像集训流川风一样,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4. 背运横突跳投 5. 蝎子摆尾投篮 五代所有的突破方向和一技能望跃后撤有关 先向右平移,所有的技能落点都在右侧 先向左平移,所有技能落点都在左侧 提前站在落点前面,才能更容易改冒 把五代的技能分成三类,来看一下冒点和预判落点 第一类,持球在三分线内时 可以使用突破跳投,冒点在突破结束的时候 内线和防守腾针类似,在五代扇形区域前站一下就行 干扰五代的两分,不要起跳,这样可以快速回防 不至于跳起来失位 五代开始望跃车步时,观察第一步横移的方向 并向对应的方向移动 五代在这个位置时,有可能直接投篮 冒点在后撤落地的时候 或者是后仰投篮 这两个技能一般由对位球员来防守 后撤投篮冒点短,而且还有变招 所以只干扰就行,不要起跳 后仰投篮冒点稍长,判断为后仰投篮后 向前走一步后起跳该帽 还回到望跃车步落点上来 在这点可以向三分线内突破 内线去踩干扰 打断突破投篮冒点和突破投篮冒点一样 在突破结束的时候 这招在三分线外出手 横向位移很小,拉不开距离,威胁不大 有威胁的还是横突跳投 冒点在横突落地的时候 这招横突的距离不短 如果是单防的话 需要兼顾后撤投篮 干扰就行 跳起来容易失位 需要站在后撤跳投和横突跳投的落点之间 看清技能后过去干扰 如果有队友补防的话 可以交给队友该帽 再回到望月撤步落点上来 还有最后一个技能 蝎子摆尾投篮 帽点和后仰投篮类似 在五代起跳后一点点 这个技能没有后招 踢紧盖帽就行 整体再来看一遍 当五代在三分线内持球时 防守三人准备踩五代的突破投篮落点 进行干扰 变数太多都不要起跳 当五代望月撤步横移时 三人迅速观察横移方向 内线去踩顿部胯下突破两分干扰 队友到横突跳投落点前准备盖帽 这位球员干扰后撤投篮 帽后撤后仰和蝎子摆尾 第二类 五代在三分线外持球时 望月后撤类技能全部不能使用 只能用突破跳投一找 和三颈的转身突破类似 反应快的可以盖帽 球稳的干扰就行 第三类 五代无球在三路线外时 需要防守接球投篮和接球横撤投篮 接球投篮冒点在接到球的瞬间 接球横撤投篮冒点在跳步落地的时候 和防守阿神一样 接球投篮以干扰为主 横撤投篮队友尽量补防 一人一边 大招冒点在后撤落地的时候 因为大招会把队位球员晃倒 单防时让二防三 两分让队友补 可以站在五代侧面甚至后面 防止被晃倒 多人补防时注意 有可能五代会先使用大招 把防守球员偏跳后 再使用突破投篮 这就需要看局势猜拳了 掌握好五代的技能落点 其实并不难防 强度和阿神差不多 我觉得比阿神还弱一点 被木深一顽客 就连大招也能被帝王抢断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长按点赞 关注 解锁各东帽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